基本流程也是三個 第一個就是宣告 總共會有三個radio button 然後一個testview 不過剛剛有同學問到一個很好的問題 這個畫面上面如果說要增加其他的 比如說我今天要佈局的時候 假如說我還要再增加第三個球類的話 那特別注意就是你要先找到你的group在哪裡 然後把它拖到一個radio button 特別是不能拖到外面 你不能拖到外面 外面的話你就另外要形成另外一個group 你就要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面 那有時候放這裡面放不準 我建議你可以丟到這邊來 有沒有 丟這邊 什麼時候放開呢 這個時候不能放開 因為這個時候放開 不能是一條線 一定要在radio group的陰影放開 你不能在這個地方放開 這個地方放開它會變成怎樣 它在外面 有沒有 它在這個跟它是平行的 你要講 在它有沒有 這個radio group是陰影的狀態 放開 它才會把這個當成是在radio group裡面 特別注意就是它 如果你要是單選的話 一定要是在這個group裡面 OK 那如果說你要刪除的話 就把它delete掉 那像是一般如果說你要少一個的話 比如說你多一個你可以選這個 按delete 比如說像那個什麼 你要讓人家選性別 性別只有男女 那你就是把第三個 它group進來會有三個 刪掉一個就好了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也常遇到 就是說因為我們手機畫面 其實如果你的功能比較多啦 那如果你這樣一排下來 很佔空間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旁邊還有空間啊 那你希望怎麼樣 希望可以把它改成 橫向的 不要是縱向的 有沒有 你要怎樣 一個一個一個這樣子 OK 向右發展 還不是向下發展的話 那其實非常簡單 針對這個group上方有沒有 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 它有一個選項 這個屬性裡面有沒有 就是這個 叫做Orientation 就是它的方向 這個方向呢 預設的話是垂直的 是V的 V的 V的 那你就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這個 H的 H就是水平的 H就是水平的 Oriental 有沒有 你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它就可以怎麼樣 幫我們改成水平的了 有沒有 馬上變成水平的 不然以前很多同學 不知道這個功能 就麻煩了 你可能就要在那邊拉半天 要不然 不然 試試看啦 如果在裡面再拉一個 你想 直覺 是不是說 老師那在裡面再放個Layout 好了 那個Layout的話 有沒有 就是之前我們教的 這個Layout 我是沒有試過啦 你如果再放一個Layout 是 這個Honey Rental 進去 然後再把它拉進去 可不可以 我是沒試過啦 你們可以試試看 說不定也可以啦 但是不用那麼麻煩 你就直接按右鍵 方向的話 記得這邊 就是Orientation 把它改成橫向的 它就會往橫向跑 那這樣的話 你畫面才可以放比較多東西 不然的話 光一個group 就把你全部都佔滿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再撰寫程式部分 我想介面部分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不外乎就是自竄資源 還有顏色的資源 再來就是說 看你要換個方向 諸如此類的 再來的話 就是說程式撰寫 那我們畫面上有三個 Radio Button 所以宣告的時候就是Radio Button 然後比如說RB01 0203 再來一個Test View Test View的話就T01好了 OK 再來就宣告連結事件 那事件的話呢 有兩種寫法 一種是原來的這種寫法 就個別的去建立事件 今天順便要講的就是所謂的共用事件 那什麼叫共用事件 因為我們是在一個group裡面 所以如果你是個別事件的話 很容易發生狀況 什麼樣的狀況呢 等一下再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程式撰寫 可以直接切到哪裡 切到這個 這個Radio Button的Activity 前面講過 這個就組成 組成是進入點的話 基本上就是on Creator 所以 宣告的話 我想我宣告這個 可是這個部分應該沒問題 因為前面做蠻多的 那最後記得要把它 又Import Import進來 我們Import兩個 一個是Radio Button的這個Witch 一個是Test View的這個Witch OK 不過它這個是Enjoy的 那再來的話呢 程式撰寫部分 呃 就是在 在這邊 在這邊 這個我剛剛貼 因為我是從另外一個 舊的版本都是叫Man Attivity 點下去的時候 這時候的話呢 設定一下 怎麼是Man 可能寫錯了 沒關係 這個地方的話 設定Content View 然後連結部分的話 是這個不一樣的連結 那連結方法的話 跟前面一樣 有沒有 你打一個Lase.f 後面就出來 那你就分別 1 2 3 然後這個 Test View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程式是共用式 我們這個才對 這個才是個別事件 OK 那我們就翻譯把ID 去找到 那再來的話 建立事件 那特別注意 建立事件跟前面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這裡 rb01 點什麼呢 前面是SetOnClickListener 那這裡的話 它不是叫OnClick 它也有OnClick的Listener OnClick事件 可是做出來的結果 可能會不一樣 一般的話呢 我們會把它改成另外一個事件 叫做On什麼呢 Checked Checked 就是說呢 被點擊 或者被打勾 像Button 那個CheckBus 的話是打勾 那你就直接 怎麼打一個 這個 其實就是這個假 重來 從 這個 這邊好了 假設你就點 先打一個rb01 點 有沒有 打一個set 打一個o seto呢 你可以出現有沒有 就是set 那記得選上面這一個 那兩者差別在哪裡 我想各位也可以自己try一下啦 反正你就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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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改成叫 就是Click 試試看 那兩者之間就是 在點擊的狀態 好像Click的時候 你點它的時候 它就會觸發 那Checked 是你真的點下去了 才會觸發 那這裡我們用那個Checked 接下來的話呢 他會跟你要一個Listener Listener 部分的話 我們因為要重新建一個Listener 所以在這邊打一個new New 空一格之後的話 因為我在哪個呢 在Radio Button上面 所以我的習慣是在 這個Radio 告訴他說 我要在Radio Button上面 建一個什麼呢 OnClickList OnTrack 後面點一下 那方法跟前面一樣 就是把set後面這個字出來 有沒有 把它複製一下 就是告訴他說 我要建一個是 On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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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ener 然後一個小瓜糊 移到後面 大瓜糊 再移到 後面 給它一個分號 OK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的結構跟 Hello World的那個Button一樣 那再來一樣 有沒有 新增未施做方法 接下來就是去撰寫什麼 當什麼呢 當你點擊的時候呢 因為我這個RB01 是籃球 那就怎麼樣呢 就打一個 set test 最喜歡的球類運動 是籃球 OK 分別就是其他RB02 03 那就分別把這個部分打上去 執行起來的話 就會是我們要的結果 不過 如果你用個別事件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執行起來 這個應該是我 可能剛剛 位子沒寫正確 OK 先把這三個步驟的程式碼先寫出來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再把它改成共用事件 當然你也可以在Radio Group上面處理事件 那你變成說你要再多新 多什麼 宣告一個什麼呢 Radio Group的 物件 再去連結 這個Radio Group的元件 去連結它嘛 然後呢 在它上面建一個事件 也就是當它怎麼樣 當它被touch的時候 其實這上面 你要去看一下 這個Radio Group 裡面有哪些事件 當touch的時候 它會什麼 它會傳給你 你到底點了哪一個 也許它有一個index 的一個參數 那這個參數呢 就會告訴你說 點了 第一個 通常 它的index一定從0 Java都是習慣0 0 1 2 所以你可以透過 那個數字 去判斷說 它點了哪一個 再去做 之後的回應 這樣也OK啦 只是說 這部分的話 又是另外一種事件的寫法 那你說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程式沒有標準答案 只是說你要怎麼處理 最簡單 最簡單 所以像剛剛這一題的話 你會發現 因為它傳進來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我們跑出來 你會發現我把它執行之後的結果 它點擊 如果是處理那個 check的這個事件的話 它的順序就會亂掉 也就是我如果點籃球的話 它好像會顯示是棒球 點足球的話 會是好像就是下一個 都是下一個 所以如果說 那你可以講 你想說 趕著要交按算了 就是怎樣 位置都後退一個後退一個 可不可以 那最後 其實很多工程師都這樣搞 反正就交件就好了 它也合邏輯啊 因為它如果點了 比如點了足球 足球就是籃球 然後點了棒球就是足球 然後點了籃球就是棒球 那你想說 那我乾脆 點籃球的時候 有沒有 點RB01的時候 我就顯示 顯示足球 有沒有 就把那個位置 瞧一下 反正程式也是寫出來 對不對 可是它好像顯示的是前一個 對 就是顯示前一個 那你就是 點吉他的時候 比如說你點RB01 就是顯示是棒球 對不對 那你 當然有人這樣寫 不過這當然是 不是很介意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要再去做多個判斷 那因為呢 它這個group 是共通的 共用的 所以你變成要寫成共用事件 通常是用共用事件來處理 那什麼叫共用事件 要怎麼樣撰寫 要怎麼樣把個別事件 個別的事件 做成共用事件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以後 應該像那個 只要是單付選的這種選項都會用到 或者是說呢 你的很多的元件上面 會共同用到同一個事件的時候 也會這樣處理 那怎麼樣改 特別注意第一個 這個恐怕你們要 第一個 我先把舊的先把它 先不要刪除 我建議是 選取 特別注意 因為我發現有些同學 對那個Java的範圍好像 要慢慢要去 就是 這一個到這裡是一個 有沒有 這個是一個吧 那你 特別注意不要選錯了 因為如果你選錯 如果頭尾的話 有頭沒尾 也會產生錯誤 所以這裡的話 把它先註解一個 第二個 註解量 但你可以從頭到尾註解 第三個 把它改成共用的 那共用事件的部分的話 就是第一個 也是一樣建立事件 不過這個事件的話 是個別事件 rb 0 一樣是01 點set 我們前面一樣 前面都一樣 只是說set 這個 後面不是有個new 一個 其實後面都一樣 把這個先 把這個有沒有 我們原來是寫成這樣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一個 叫做 名稱叫做mylistener 比如說我們這個地方 名稱叫做mylistener 那以後的話 通通都去存取這個 共用的事件 就OK 那名稱的話 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 mylistener 那最後一樣 這邊的話 給它一個 分號 這個 這個有時候 位置 好 那這裡的話 第一個做出來 那第二個的話 也是一樣 就分別 全部都是去存取這個 這個共用事件 然後這邊改成2 那底下的話 這邊改成3 那也就是說 我們之前是分別獨立出來 那現在都是共用它 可是現在它有沒有存在呢 它不存在 所以我必須把它建立 建立在哪裡 特別注意 請各位建立在 這個的大瓜糊的下方 也就是說它的層級 是在 跟uncreate 是同一層的 不是在uncreate 裡面 因為這個瓜糊 這個瓜糊 是uncreate的瓜糊 uncreate的方法 我們要在uncreate的方法的下面 那我們是建立一個內部的類別 內部類別 這個內部類別 就是一個Listener OK 那怎麼樣建立特別注意 它的 它的名稱叫RadioButton.unclickListener 就這一串 所以其實你可以 我偷懶一下 把它 好 它的名稱的話 叫什麼呢 它的名稱 它的名稱的話 我們就叫做MyListener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就給它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 就是上面這個 然後呢 它等於什麼 等於 這邊 等於 它的這個名稱 就是我們 等於 這個 那這邊後面 記得要new一個 在記憶體裡 配置一個空間給它 然後一樣是一個小瓜糊 然後後面的話 一樣是大瓜糊 然後再加一個分號 OK 這個時候的話 各位有沒有發現 一樣是會怎麼樣呢 一樣會出現 新增未施作方法 也就是說我們本來是把 這一段有沒有 這一段程式碼 寫在哪裡呢 寫在那個小瓜糊的後面 那現在把它獨立出來 那之前的寫法 實際上就是匿名 匿名物件的寫法 只有new 前面沒有 沒有指定 它的什麼的 物件名稱 那現在的話 因為我們要共用 共用的話呢 就一定要有物件名稱 那之前是匿名物件 是沒有直接拿來用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名稱就是這些 那 油標放上去 新增未施作方法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在這邊做 那這個時候 無論他點了哪一個 都會執行這一段程式碼 這個叫做共用式 那特別注意喔 比較容易出錯的部分 就是在 刮壺的位置 記得一定是在 這個刮壺 跟這個刮壺 這個刮壺是uncreate的刮壺 這個是activity的刮壺 特別注意喔 在這個中間裡面呢 那我們 做哪些事情呢 因為程式碼比較長 我用物資貼... 我借一下好了 偷懶一下 那 就這一段 這一段應該你們寫過Java 應該都知道 多重判斷的寫法 那多重判斷的寫法 有兩種 一種叫 用那個 switch case 方式來做 一種是用那個 if else if 來做 不過我通常 如果你實在 不想記太多多重判斷的話 你乾脆就記那個 if else switch case 可以暫時 暫時 暫時忘記沒關係 暫時忘記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兩個相通 但你會想說 那兩種為什麼 會有兩種嗎 到底差異在哪裡 你們之前學家玩應該有交到switch case 那也有交到else if 那到底兩者 兩個其實結果都一模一樣 都是多重判斷 可是差異在哪裡 可是差異在哪裡 差異在哪裡 差異在哪裡 知道 可是卻還是多重判斷 一樣啊 結果一樣啊 其實 你們可以試試看 反正兩種寫法 然後 小層是完全沒感覺 除非你是跑超過100萬筆以上的資料的話 效率就有差了 但是前提是 在處理大量資料 處理小量資料 一點感覺都沒有 因為現在處理器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 這種狀況會出現的 除非是像 比如說你在處理對岸那個什麼 淘寶網 一次都是幾千萬筆資料 幾億筆資料的時候 可能你就要寫成 SwitchCase 不然的話會差很多 那一般性的這種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OK 主要是效率啦 你們有空的話可以自己處理看看 應該 我試過 大概相差 你給他100萬筆 相差大概 大概萬分之一秒吧 萬分之一秒是多少 萬分之一秒是 我講話已經過了好幾秒了 那這個只有在那個 就是說你在處理電子商務 那個下單 有沒有 下單的速度 讓使用者差一點點感覺的時候 尤其單多的時候 那就會有差了 因為要排隊嘛 但是一般性 所以 也就是說 如果你暫時不想記太多 你就乾脆記這種就好了 那它的判斷方法的話 就是IF 後面邏輯嘛 如果RB01check的 那就執行這個 ELSE IF 多一個ELSE而已 RB02check的 就是Check的意思是被點擊的意思 那就足球 放球 OK 所以這裡的話 基本上就是 建立一個公共事件之後 再加上一個 多重判斷 那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Save之後 執行下來的話 應該就不會有問題 就是說這裡的話 我們把它執行起來 那執行鬼 剛剛有同學來問說 老師那為什麼我執行下去 他就是不會跑到那個模擬器來 好 集中可能性 我前面好像有大概講 如果你電腦裡面有裝防毒程式的話 或者是防火牆的話 建議是 暫時關掉吧 不然很麻煩啦 像 現在防毒也會 有防火牆功能 他會去偵測你的POR 因為這個POR是5554 所以如果說 你會去設定的話 你就把那個POR554一定要打開 不然的話 很抱歉 你怎麼傳都傳不過來 因為兩邊不通嘛 對不對 那再來 其他好像就比較沒有 要不然還有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的電腦裡面有裝Visual Studio 那Visual Studio裡面有一個功能 好像會偵測你的POR 也會把你擋掉 也有遇到過這種狀況 那不然其他好像 再來就是電腦跑太慢了 他並不是沒有跑不出來 他並不是不出來 而是因為他跑太久了 然後跑太久 你又再執行一次 你又再執行一次 一直執行 結果他就怎樣 塞滿了 可能就因為人 就是太多了 你的可能 就變成傳不過去 所以大概 頂多就這些問題 到目前為止 還想不到有其他的問題 如果再不行的話 不然就是像 用什麼 用傳到雲端一疊 在你手機上面 看也OK啦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來試看 這時候按足球 就足球了 按棒球 就棒球 按籃球 就籃球 就不需要像剛剛有沒有 你個別事件的話 如果你要取巧的話 變成你要 籃球 點籃球要 要點下去 要剛好 要上一個 那這樣不用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完成的畫面 在雲端上也有 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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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